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创业的规划等等等等 100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但是已经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数据和线索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看我在YouTube上面的后台数据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经过将近一万次的观看量 观众究竟喜欢哪一类的节目 在看过这些数据以后 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对这些数据的解读 以及我下一步的内容计划 首先我们看的第一个数据是观众通过顶和彩 表达他们对某一个视频的直接的喜爱和讨厌 从这个报告里头 大家看到排列在前面的基本上都是讲赚钱的 得到过最多点赞的是 这一个大家都好奇的问题 老胡什么时候会开始赚钱 排列在后的几乎都是赚钱的节目 很明显大家通过投票的方式直接的表达了对这一类视频的喜爱 我们看第二个指标是 哪一些视频使我获得了新的订户 这个就非常明显了 大家看念字典赚钱这个视频 整整给我带来了一百个新的订户 这是什么概念 我的三分之一的新的订户都来源于这一个视频 后面这几个视频几乎也都是以赚钱为主的 据我的粗略的估计 赚钱的视频给我带来新的订户超过百分之六七十 所以我的众多的订阅者当中都是对赚钱感兴趣的 这没有问题 谁不喜欢赚钱呢 我们紧接着看第三个数据 第三个数据是最关键的 也叫观看时长 你看的时间越长 YouTube可以做越多的广告 我曾经讲过 这是在你内容创业里头 从盈利方面来讲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参数 因为它将来会直接和那个CPM挂钩 我也曾经告诉过大家 只要是讲赚钱和创业方面的CPM都是比较高的 在这个报表里头 你会看到它跟前面两个参数也是完全偶合的 都是关于赚钱的 看的人最多 看的时间最长 你看在全部的一百个视频里头 这个念字典赚钱这个视频就占了10%的观看量 这是很厉害的 这个视频是我做案例分析的第一个视频 那个时候讲的还不咋地 实际上后面几期的案例分析 讲的比这个更为精彩 但是YouTube的算法 现在特别青睐这一个视频 大家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 一个视频一旦火起来以后 它会越来越火 所以尽管我后面的视频做的比这个还漂亮 但是从赚钱的案例分析来讲 很可能都将来超不过这一个视频 因为它有先发优势 就像滚雪球一样 它一旦滚起来 它会越滚越大 排在第二的是李敖的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和其他的关于李敖的视频的不同之处 因为它是带有负面的语言 关键字王八蛋在里头 我曾经讲过 只要是传播负面情绪的内容 都会比传播正面内容来得容易一些 所以它排的第二也是很好理解的 这三个报告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 大家都喜欢看我讲关于赚钱的内容 那么它的指导意义是非常明确的 如果我集中精力做这方面的内容 采取专项严打这样一个套路 集中精力打攻坚战 我这个频道可能会得到加速的成长 很快就有可能做出点名堂来 而且从经济上面来考量的话 把赚钱这样一个内容 继续深化做精下去 也会使得这个频道的整个的CPM会逐步的提高 也就是说盈利能力会得到大幅度的加强 从技术上面来讲 这三张报表 似乎给了我明确的指引 非常清晰明确的方向 那么根据这个数据 我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话 可能不合常理 但是非常重要 首先这个报表的结果 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甚至在开始这个频道之前 我就知道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但是我为什么没有一上来 就做一个频道 叫做YouTube学院呢 告诉你我在几年以前 真的是准备做一个YouTube学院 希望在YouTube上面做成 中文节目里头的一块牌子 全球华人希望通过YouTube创业的 指导内容的平台 我相信这个潜力和流量是不会小的 但是经过着一两年时间的思考和准备 我最后取的频道名字不是YouTube学院 而是西雅图老胡 关于一个YouTube学院和西雅图老胡 这样两个频道的设计 有什么深刻的差别 我以后还会在其他的节目里头 跟大家深入的探讨 今天我可以笼统的给大家讲一下 YouTube学院是一个产品 西雅图老胡是一个个人的品牌 所以我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的决定是做一个个人品牌 不是做一个产品 但是在这个个人品牌底下 我可以做多个栏目的系列 那每一个系列将来就会成为一个产品 基于这样一个考虑 虽然我知道赚钱系列 是能够给我带来直接快速的增长 和可能更快的达到我财务上面 一个直接的目的 但是我还是决定慢慢的走 因为我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来打造一个个人品牌 这个个人品牌就是西雅图老胡 而不是一个产品叫做YouTube学院 所以我今天就把我的底牌晾给你 正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要至少花三年的时间 才有可能做成这件事情 如果我做一个YouTube学院 我肯定在一年时间就能做出来 大家从我做的这么多期节目里头 也能感觉到我的兴趣非常的广泛 在很多的方面和领域 我都有意见或者有想法 希望表达 所以基于一个更长远的目标 我在第一年的时候 只会注重于我的表达能力的训练和提高 不会特别在意某一类的内容 获得多大的流量 或者是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 因为我着眼的是三年以后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 我希望用三年时间来打造一个东西 然后将来有可能三十年躺着赚钱 我不知道我这种奇怪的逻辑 对你来讲是不是符合常理 但是我要指出的 我这种安排和打算 是跟我的人生的特定的阶段有关系的 如果我现在是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我一定会换一个更简单粗暴的打法 可能先赚到一笔钱 让自己财务自由 而我今天到了这个阶段 我不是二十几岁的人 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去不断尝试做其他的东西 我只有这么一次的机会 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么我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我非常清楚 我有观点 我有经验 我有故事 我要表达 所以赚钱的按理分析 只是我需要表达的内容里头的一块而已 甚至都不是主要的一块 随着我这个频道的成长 我可能会讲越来越多不同的话题 有很多领域和话题 我今天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做 请大家注意 我讲赚钱的这些按理分析 主要的目的不是讲赚钱的技术 我希望大家能看见这些赚钱背后用的方法 而这些方法后面反映的是人生的价值观 你没有好的价值观 你就会在方法论上面迷失方向 而没有方法 你在技术层面上就会完全的乱了脏法 而同时 我又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到 关于钱的题目 是所有人都喜欢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老胡的长征 包装在一个零到一百万的 这样一个成长故事里面呢 你看表面上看起来是 熟的不能再熟 通过钱的话题来引诱大家 但是我内心特别渴望的是 我们通过钱这样一个 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走到了一起 然后我们能够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 另外一个原因 我通过钱这样一个案例来进行分析 因为钱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东西 所有的人在各自的人生里头 都绕不过钱这样一个话题 在金钱面前 人们展现出的高尚 美好 卑劣和丑恶 把人性放大到极致 所以通过钱这样一个工具 是我们观察社会 观察人性的最好的一个滤镜 所以我对各种不同的赚钱办法 都非常有兴趣 也做过很多细致的分析和总结 甚至包括一些下山烂的办法 那么我为什么要研究那些不入流的 我自己根本就不会去采用的赚钱办法呢 这个问题就好像是在问 为什么一个警察要研究各种犯罪的手段 但是当你有机会做警察的时候 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小偷呢 所以当我研究了各种各样赚钱办法之后 我也发现了一些积极正向 而且有效的赚钱的办法 所以我在两三年以前 我就想通了 我跟我关注者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所以我才讲那个话 我做节目的终极的目标 是在一百万的关注者当中 认识一千个熟人 在这一千个人里面 找到一百个人 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 基于整个这样一套的思考和设想 我永远都不会试图做课程 编书本来卖东西给你 我根本就没有必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赚你的钱 让我们之间的交流和友谊 就干干净净不要受到钱的干扰 我用其他的办法能够赚到钱 在这一大通的胡说之后 希望能够帮助你理解我整个的老胡的长征的一个设计的理念 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导下 你就一定能够理解 我会默示今天YouTube后台的三张报表 给我明确的内容指向 我会继续的坚定不移的做我自己想要做 我喜欢做的东西 我不会被这个暂时的短期的利益而诱惑 因为我在追求一个更大更远的东西 而且我还注意到 最近在我的微信群里头 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 问我对内容创业方面的一些建议 我往往第一个回答 就是找到你自己真的喜欢做的东西 你一定要花时间去深刻的理解你自己的兴趣 如果不知道 你要花时间去发现和找到你的兴趣 什么是你真正的兴趣 就是不给你钱 拦都拦不住你 你非要做的事情 只有这样的事情 你才能在每天频繁枯燥的日子里头坚持下来 换了任何其他一个功利性的目标 你一定无法坚持 但凡要苦苦坚持的东西 一定是无法长久的 当你没有对目标的笃定 和你所做事情的信心 你会不断的质疑自己 在这种质疑当中 你会非常容易的动摇 会很技术性的 为自己制造一个难以拒绝的借口 然后就轻易的放弃 我为什么能够这么肯定的讲 因为我自己干这种事情 不是一次两次三次 而是N次 直到我发现我自己能做什么 我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 再就没有东西能够挡得住我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 能够这么笃定的坚持70天 而且我还觉得还只是刚刚开始呢 后面还有700天 还有1700天 我觉得路还长着呢 而且我充满信心 有极大的热情和兴趣 来慢慢的走以后的创业道路 同时一拿出最大的热情和真诚 来跟你们每一个人交流 当我没有任何的企图 从你身上赚一分钱的时候 使得我可以完全真实 毫无保留的 跟你做各种城市上面的交流 这样子的交流 也反过来鼓励和鞭策我自己 使得我能够更快的进步和成长 而且由于我在你身上 没有任何的企图 就使得我真心实意的 也希望你能够不断的学习成长 恨不得把我所有走的弯路 都分享给你 希望你们在人生道路上面 能走得比我更有效率一点 也希望你们能比我早几十年 认清楚人生道路和方向 这样你们就不至于像我这样子 过了五十岁才来开始人生的巨大的长征 如果你们从二十岁就开始做一个十年的长征 你在三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 退休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不用再用你的时间 人生和尊严去换取金钱 然后人生从此之后 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去帮助你想帮助的人 在今天这种时代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是在二十岁的时候 希望二十二岁的时候就退休 正如我自己在这么多年 在不同的领域不停地想操劲道 不停地想一夜之间退休 在个人投资和理财方面 采取了一些不合常理的 没有理智的疯狂的举动 恨不得明天早上就退休 正是由于我有这样的错误的价值观 才导致我在五十岁以前不停地在走各种各样的弯路 但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我在五十岁以后的觉醒 正是因为我在前面走过了太多的弯路 如果没有以前那些经历 我也不可能在那个人生的节点上醒悟过来 而且我也不会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 在今天来做老胡的长征 好了 说了很多 一游为尽 好在我们来日方长 还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可以慢慢地聊 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感谢你的耐心收看和一路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205 2 移行